陈宗 有一句话就是要用肚子来享受 所谓肚子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心 心脏和五脏是什么呢 是人无法控制 这些东西它实际上是跟那个世界是构成的 这些东西是老人的 是人无法控制 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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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等着 是 大小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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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文化它还是一个馄饨的东西 它完全是馄饨在一个里面 它不是一个推演性的东西 它有一个固定的东西 至少我们这2000年是基本 不带变的 它是一个在不断的重复当中 落实那个东西 回到原点 是我们这个幸福感的主要来源 我觉得我不是那个当代艺术 或者说我不是美国艺术 你可能不涉及当下 你跟当下可能没关系 或者有关系 但是它不是那么强烈的 就是我们当代艺术一定要设计到当下 中国人 我们可能把过去和未来放在一块 放在一个方向上 它没有前后之分 过去和未来 过去和未来 那个是最后的 而当下其实是最不好 是一瞬间 我们的衡量标准 其实是一个品 而不在于你的这个 你是一件艺术品 还是一件设计品 还是有没有创新 还是有没有这个颠覆性 我们祖先的这个文化和艺术 文化和那个西方的那个 我觉得最大一个区别 就是它们产生的科学 西方是宗教 那么宗教之后 对宗教的质疑 那么就产生了科学 那么中国这块呢 它其实首先没有这个 没有哲学 我觉得它是 它很多都是思想家 整个我们这一脉呢 就是技术和艺术的这一脉 那么今天的中国人 我们为什么说 我们老说 要那个找到一些传统的东西 但其实科学这个东西 它是里边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阻碍 就这种思维方式 那么其实也跟审美 它是文化 它和审美它是一体的 古代的那些大师 它也有当代性 在当时都有当代性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什么 它有一个前后关系 就是我们今天的当代 就是有点的空头的感觉 中西文化这种融合这个事 我个人也是觉得不应该融合 或者是无法融合 我觉得融合就是一个 对一个东西的一个消亡 对一个特点的一个消亡 所以从我主观上来说 我不希望最后变成一个 一个一致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美学这个东西可能还是一个最本质的一个东西 我个人觉得这个美学可能大于很多东西 我觉得甚至于大于这个 比如说这个宗教啊 政治啊 甚至大于这个文化 神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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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езд 神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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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可能是一个审美的缘 我觉得一个物种的一个突变 基因突变 可能都跟审美有关 所以我觉得这个审美 对人的影响其实是巨大的 我始终是想把中国美学的东西提出来 而不是把一些符号的东西拿出来 我老有这么一个 做这么一种尝试 因为我小时候就接触到这种老东西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凡是老的东西都是好的 什么东西支撑了 我要画这些东西或者做这些东西 那么想来想去 可能这个大框架下是一种审老 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那个懵懂期特别长 我小的时候我父母都是画油画的 所以我也直接 那个时候也开始学习油画 我老了是一个有文化的老太太 她比如说讲那种古典那些名著 可能以前我们都没有看 但基本上她都给我们讲下来了 还有就是我父亲呢 他也喜欢收藏一些那个老家具 所以我想小时候那些东西呢 是一个种子 当我懂事了 比如说十几岁的时候 真正式拿起笔来 要开始学画画的时候 就把那个东西就完全抛去了 就是觉得稀画是个大宗 油画是个大宗 但是那个种子一直 刚才我说到三十岁的时候 那个种子慢慢慢慢就开始 就开始发芽了 越来越来越壮大我觉得 我觉得中国画里边有很多 就是我们自己文化的这个东西 在1995年我当时做了一批 就是用名式家具来做的那个作品 我现在想起来 那个时候正好是 这个中国文化和西班牙 在我身上是正好是一个平衡阶段 可能今天我觉得 我对中国文化的那种热情 可能又更高了 就是我们人到走到今天 就是我们主动的或者是故意的忘去 忘掉很多我们身上的那个动物性 其实很多动物性是特别可贵的 其实动物它可以跟那个 跟这个自然界它那个沟通 它那个那种本能的那种沟通 我们人过去也有 就像公子老说 他想回到过去 那种淳朴 其实淳朴是什么 就是动物性 所以人在 人类在最早期的时候 它的那个淳朴性 和它那个对大地 对自然界那种感知 它比跟今天人是完全不同的 比方说 这个意 就是仁义理智性的一个意 原来是一个上面是个羊 底下是一个我 所以说意呢 就是说 我们人要学习这个动物性 就是你到人类社会里以后 这样连点那个动物性 那个动物性就离你而去 根本不回头 所以我最近这些年画这个画呢 始终是把人和动物这种 两种性就把它放在一起 这是我的一个愿望 我们中国文化这种 对中的这种 中正的这种认识 中正不是那个中庸 中庸是妥协的一种方式 中正是不妥协 我只是觉得 我对这跟中中线有一种迷恋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个绝对中心线 我在刚画的时候 我想象的是 像一个 像一个把一个木材点燃的一个过程 就是刚画的时候是很新鲜的 就像那个火在燃烧 当我画完的时候呢 我希望就是画的 就是这个火在就熄灭了 这个木材变成一个碳了 就是我 所以我可能有些 机理的处理啊 包括表面的那种 一层一层用那个 用那个薄油罩上去 就是把它 把那个火器啊 给它摁到下面去 而且像是 没有画过的东西 就像没有画过一样 或者说 它那个画的那个痕迹啊 慢慢慢慢消失掉了 对一个作品产生呢 它真是挺神秘的一个 一个 一个东西 就是不知道你为什么 我就非要画一兔子 或者非要画一猴子 再照镜了 它是无解的或者是多解的 它是无解的或者是多解的 所以我在想我的作品 我也希望就是每个人看到的 都是不同的 我觉得道还有一个就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不变性 它在不断的重复当中是能够找到幸福感的 其实在回忆当中我们想到的东西都是那种幸福感的东西 或者我小时候住的那个后海那个地方 你回去看一下 看它的时候 你回到那个时候 你这个幸福感和其他幸福感是无法代替的 优优独播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